好,來,我們看一下11到15 11到15 有沒有 15 好 這兩彈簧全長 跟外力的關係 如副表所示 那我請問你 246810 這樣子在做的時候 哪一個正確 注意聽 如果以外力為橫坐標 彈簧全長為重坐標 那彈簧會通過圓點 對還是不對 會經過圓點嗎 不會,為什麼 因為沒有 因為是全長 幹嘛 因為是全長 所以不會有零公分 B 彈簧的全長跟外力 不知道成正比對不對 對還是不對 各位,對還是不對 成何成正比,你看一下 外力兩公克重 兩公克重這樣在增加 全長都是一公分一公分在增加 這樣有沒有成正比 有 有,好,再來C 當外力為五克重的時候 彈簧全長是十點二公分 是嗎 錯 不加外力的時候 彈簧的圓長是八公分 對不對 那B錯在哪裡 蛤,為什麼不選B 要選出 這兩個字錯了 應該要寫成什麼東西才對 伸長量 伸長量 好 這裡就不用計算了 那這個應該改成多少 好,十點五 好,十六到二十 十六到二十 再一三做好 怎樣 很勉強對不對 好 十九 AB兩個彈簧秤 彈簧秤均正常可歸零 然後呢 每個彈簧秤的重量都是二十克重 今天把B彈簧倒壞於A彈簧下面 A、B兩個彈簧會有怎麼樣 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一題 好,沒什麼了不起 請你注意看 我們來做一下利益的分析 這個是天花板 然後彈簧 你有沒有看到彈簧秤 外面有沒有盒子這樣子蓋著 有沒有看過 好,這邊有個鉤子 另外一個鉤子 鉤著另外一個彈簧秤 上面叫做A彈簧 下面叫做B彈簧 然後每一個彈簧都是二十克重 那我請問你 A彈簧秤會顯示 他被多少克重的掉跨柱 是不是二十克重 往下這樣子掉跨柱 對吧 A彈簧是被B彈簧往下掉了二十克重 所以A彈簧的上面是不是彈簧秤就會顯示 他被掛了二十克重 那B彈簧咧 下面有沒有人掉他 沒有人掉他 那他頂多是什麼 頂多是這個外殼 往下的一個重量 頂多是那個外殼 往下拉了一點點的重量 所以 題目說他有可能介於二十 零到二十克重之間的一個讀數 在這個當中 這樣有沒有了解 了解 下面那個根本就沒有掛重 只有上面東西有掛重而已 你有沒有人選上下兩個都是顯示二十克重的有沒有 有 有喔 手放下 這就是錯了喔 OK 二一到二五 二十 喔二十 OK 彈簧的身長的如圖所示 每個彈簧重兩克重 好 則實驗結果如下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章 什麼樣子 二十 好 好 是不是這張圖 這是跟考卷上一模一樣的圖 對嗎 好 他問的是哪個證券 我們看一下 法馬數兩個是二十八 四個是三十四 六個是四十 八個是四十六 十個是五十二 有沒有規律 好 每增加兩個法馬長度增加幾公分 六 六公分 好 每增加兩個法馬 兩個法馬 兩個法馬 兩個法馬等於幾克 四 四 四克重 會 長度會增加 六公分 好 長度增加 六公分 好 所以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F1 Delta X1 等於 F2 Delta X2 就是 第一個力叫做四克重 第一個力 我接受了四克重的力 彈簧會生長六公分 那再來是不是就是以役代勞了 再來你只要給我受力或者是生長量 我都可以做比比比比斯的計算啊 是不是 是喔 好 來那我們看一下 A 未加法馬的時候彈簧長度為20 如果今天是0的話 再減回去應該是多少 22吧 不是20吧 這裡應該改成22才對 因為每兩個法馬增加六公分而已 B 每次增加法馬可以直接把法馬加進去 不用把它從盤子裡面取出 是嗎 可以嗎 每一次計算都要重新抓出來之後 那一個一個往裡面擺喔 好 C 如果放12個法馬會變58公分 會嗎 再加兩個 就再加6公分 沒錯啊 為什麼不能選 不知道什麼 彈性限度 很好 彈性限度無法測得 再來 彈簧長度如果為38.5的話 鐵片的重量是11克重 好我們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38.5公分 原廠剛剛講的是22.0對不對 是還不是 這樣子伸長量是不是16.5 這兩個減起來的數字就叫做什麼 伸長量 好那伸長量就直接帶入哪邊 帶入下面這邊啊 帶進來16.5 這樣你F2算出來 就一定會等於 他屏幕講的多少 11 好這邊算出來 算出來就會等於11克重 再來不了解 了解嗎 可以喔 好填充了什麼問題 填充 第二題 開玩笑吧 填充第二題 開玩笑了吧 你開玩笑了吧 我們填充第一題 外體形狀改變 立的作用使物體形狀 實際運作好 A 地面摩擦而減速 減速這兩個字 這個是運動狀態的改變 然後扭 夾衣服 衣服的就是形狀改變 C 沙發做凹陷 凹陷的兩字 形狀改變 毛巾扭幹 扭 把它扭變形 再來最後一個 將籃球投向籃框 籃球拋到籃框之後彈開 這也是運動狀態的改變 題組第一題 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打星星喔 好不好 第二題不用打星星 第三題才打星星 題組什麼問題 又跟四題 第二題的第三 好 你看一下第二題喔 我把彈簧秤上面 掛著一個秤牌 上面放法碼做立的實驗分析 每一個法碼重都是10克 質量均為10克 那 你看一下 二四六八十個法碼 它的長度變化有沒有規律 有 好 到目前為止 加了10個有沒有彈性疲乏 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他問的是什麼 喔 襯盤的質量為多少 襯盤的質量是不是就是把法碼全部拿光光 就可以知道了 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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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彈簧拿光光不就只有襯盤的重量嗎 蛤 很難吧 蛤 這個是 單純的 彈簧 然後這個 彈簧如果掛著一個襯盤 他會稍微再伸長一點 然後如果再加砝碼他會伸得更長 很難嗎 好 什麼 什麼東西 把伸長這樣搞成全長 好 我們一起來看啦 沒關係啦 兩個法碼會伸長0.6公分對不對 對 好 兩個法碼是20克喔 今天如果兩個法碼會伸長0.6公分 所以就是告訴我喔 20克重會伸長0.6公分對不對 每20克重會伸長0.6公分 所以第一個例除上第一個伸長量會等於第二個例除上第二個伸長量嘛 是不是 是喔 那我請問你彈簧原長多少 你剛剛幫我算出來 上幾題都幫我算出來啦 彈簧原長多少 蛤 1.2 好 彈簧是 彈簧的原長是1.2 那 襯盤的質量是多少 蛤 你都會算1.2 你其他的你不會算 好 掛4個的時候是2.4 就是說20克會伸長到0.6 會增加0.6的伸長量對不對 然後第一題問我什麼 第一題問我說 掛5個法碼彈簧伸長量多少 你會算 再來只懸掛襯盤 你也會算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要襯盤重量多少 好 襯盤的質量 多少 很簡單嘛 你只要看一下彈簧原來可能有多長就好啦 彈簧原來可能有多長 蛤 1.2是只掛襯盤耶 你只掛襯盤的時候是1.2耶 蛤 對啊 然後咧 那你襯盤的質量要怎麼求 1.2等於什麼 1.2等於什麼 兩個法碼重 是嗎 你一開始你的彈簧原長是多少 你彈簧的原長是多少 不曉得對不對 然後咧 然後咧 深長到了1.2 深長到1.2 是不是只掛了一個正盤而已 那如果加兩個法碼咧 到幾公分 兩個法碼是不是到1.8 兩個法碼到了1.8 有沒有問題到目前為止 沒有 沒有 好啦 那所以咧 彈簧的原長 彈簧的原長叫做 A好了 還是叫做L好了 彈簧的原長叫做L 那你1.2 減掉L 是不是第一個伸長量 然後上面只有 秤盤的重量 我就假設秤盤的重量 就是W 第二個 今天如果放兩個法碼 等於40克重 會是從1.8伸長到 會是從L伸長到1.8嘛 是不是 那 調查相成你可不可以籌答案 可以嗎 可以吧 因為你L 你可以用其他的公司 你可以用其他的人把它算出來嘛 你可以用 在掛4個的時候 掛4個的時候 是不是生的更長了 生到多少 是不是2.4 是還不是 你1.8減掉L 是掛兩個法碼的重量 你看 20克重 兩個法碼的重量是20克重 會等於 掛4個法碼的時候 升到2.4公分的生長量 這樣你可不可以接喔 不可以 你彈簧原長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長度算出來就是彈簧的原長 那彈簧原長算出來之後 把這個L簧裡面帶就可以 就可以求W了 了不了解 你要先把彈簧的原長算出來 好 這一整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收起來 我們看一下剛剛那一份 1到5題 第一題喔 氣球重量是2克重 今天受到 上 向上的浮力 5克重 而垂直往上飄 這個時候的合力為何 哇超難的喔 這個氣球 氣球收到了一個浮力 往上 是5克重 然後收到一個重力往下 是2克重 那合力應該是往哪裡 上還是下 合力應該是往 上 為什麼 對嗎 因為上